休息時間已到繼續開會 向大會報告 今天的議程是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相關措施招案報告 請韓市長上台報告 高敏寧議員 因為我剛才一直舉手要發言 那您剛剛確實也看到我舉手發言 李英在第一次休息 邱進卷議員質詢完之後 應該就要輪到我發言了 然後當時您喊了要休息 第一次休息 好休息回來之後 大家討論討論 接著發言的竟然是 直接請朱信強議員來發言 直接忽略了我個人舉手要的 這個發言的時間 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個人監督 包括我們市政府 還有包括我們議會在 市議會運作的這個權利 那我覺得這樣是真的非常的不可理 最可恥的是剛剛竟然在這麼多席的議員裡面有人 竟然基本上全部都是國民黨籍的議員 然後表決要否決其他議員個人質詢的權利 我不太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民主政治 怎麼會倒退到這樣 我想大家在議會裡面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不同的想法 大家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我們應該彼此捍衛彼此發言跟質詢的權利 而不是動用表決來否決別人個人質詢的權利 所以今天國民黨剛剛三十幾個議員 否決掉其他議員的個人質詢權利 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的羞恥 所以請問一下主席現在到底能不能讓我把我剛剛舉手要發言的一些意見好好的講完呢 你現在是要針對目前什麼事情要發言 剛剛我舉手發言你不讓我發言啊 那現在已經進入程序了 那很簡單喔 我跟高議員 你要進行會議詢問 你也已經詢問完畢 那我們議會是主義合議制 所以我們民主政治合議制我想 我們要尊重多數人的意見 好高議員你請坐 高議員你請坐我們請韓市長上台報告 韓市長請 謝謝 謝謝我們主席陸副議長 謝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謝謝各位市府團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議會的所有工作同仁 謝謝各位議會的所有工作同仁 謝謝新聞界的好朋友 關心我們高雄市民所有的在媒體前面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國瑜非常榮幸 率領市府團隊向各位議會的女士先生 以及市民朋友報告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措施專案報告 在還沒有報告之前 看到現場的這樣子一個情況跟畫面 我想很多資深議員一定有很多的感慨 幾十年來台灣民主政治 行政部門接受立法部門的監督質詢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全部戴口罩的情況 從主席到每個議員到每個官員 大家都把口罩戴起來 第二 備詢的官員從來也沒有採取梅花座 每個間隔都一公尺以上 這就是代表新冠肺炎對我們心裡面的衝擊 非常的巨大 在報告之前 也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了解 在我們隔壁的國家 全亞洲最乾淨的國家 日本 新加坡 已經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截至5月3號早上8點為止 全世界感染新冠肺炎確診已經達到338萬 到了今天 這個數字應該已經超過350萬 其中23萬8千人死亡 受影響的國家高達186個國家 目前國內確診 436例 本土 55 例 境外移入 381 例 境外移入 381 例 含敦目艦隊 35 例 高雄市境外移入 32 例 敦目艦隊 16 例 有賴於市府團隊的努力 以及我們高雄市最辛苦的醫護人員 以及各位市民朋友的配合 截至目前 我們很自豪高雄市本土確診是零 但是我們完全不敢掉以輕心 合計本市目前確診的個案有48例 目前全是居家隔離縣管人數兩位 居家檢疫的人數有1003位 高雄市政府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1月25號 全國率先提升為一級開設 是全台灣第一個 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一級開設的地方政府 此外 為了因應醫療轉嫌的需求 市政府在109年1月28號 由衛生局成立的醫療資源中心 即時協助疑似的個案進行醫療的後送 以及採檢 市府針對新冠肺炎的疫情 定有五大防疫策略 分別為邊境的管制 我們也是非常擔心 市府的防疫部團隊組織了 聯合機查小組 加強機查各類公眾使用場域內防疫措施 以及加強查記由男女陪侍各類營業場所暫停營業 並且針對八大行業 實施入內 實名制登記 在防疫物資 以及資源的 整備方面 為有利於前線防疫作戰的需要 市政府緊急動支市府天然災害準備金三次 合計動支八千八百二十四萬元 緊急招聘防疫人力 投入現場防疫工作 此外 為確保第一線防疫人員執勤無後顧之憂 因此成立了防疫小站 共第一線的警察 消防防疫以及醫護人員住宿 形成一個緩衝區 緩衝休息區 並且製作防疫的工具包 配發給基層的理幹事 公衛的護理師 第一線防疫人員 充足的防疫工作 以因應防疫的需要 再者 議會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及市民朋友 非常關切的海軍敦目艦 群聚感染疫情 對高雄市的影響 以及因應措施 109年4月18日 海軍敦目艦隊發生三位官兵確診新冠肺炎 經完成744名的官兵檢疫之後 截至目前已有35例確診 其中有16案是在我們高雄 本府在4月19日下午 新增召開應變的緊急指揮臨時會議 我個人來主持 在第一時間積極的部署 我們完成各項緊急防治的作為 例如全面清潔消毒大眾運輸工具 針對軍區外圍的社區進行環境消毒 列測高風險對象的健康監控 醫療監控疑似個案的旅遊史 職業別接觸史 市府群聚等資訊的加強通報 強化社區防疫以及宣導溝通 市民合作防疫等 期待以其有效地圍堵疫情 避免社區傳播的風險 市府也迅速地公布 確診官兵歷經本市的足跡 截至4月底 我們已經公布了6坡共39處 艦隊確診個案主要的活動地點 全數消毒完畢 以及進行內部員工的健康檢測 經統計列測 自主健康管理者高達3131人 居家隔離259人 已經於5月2號前陸續地解除隔離 另外我們積極向中央拜託 取得了居住高雄市350位官兵的聯絡資料 逐一疫調 釐清活動的足跡 總共有330人居住我們高雄市 透過疫調 我們匡列的自主健康管理的對象 並且針對重點場域 進行預防性的消毒 我們希望能夠防範病毒 快速地蔓延 因應海軍敦目艦隊的疫情 市政府除進行人員的疫調 與高風險 個案居家的隔離 自主健康管理 健康追蹤之外 第一時間也交代交通局及環保局 針對大眾運輸工具及 公共環境加強的傾銷 確保我們市民朋友 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安全無餘 非常感謝我們市府的同仁 在敦目艦隊第一例發生之後 我們立刻採取嚴密的措施跟步驟 採取全高雄 及所有涉及高雄的國軍弟兄們的疫調 也非常感謝國防部的後勤資源 許多民眾恐懼由陰轉為陽 或者沒有症狀 但是具有感染傳播的可能 這一點事實上是我們內心最擔心害怕的 在這裡也必須跟議會報告 也要跟市民朋友報告 市政府這邊一定會精確的把關 市政府會做全面的消毒 再次要拜託市民朋友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 戴口罩 不要恐慌 市政府為了社區感染防疫 我們做了食兵的操演 針對潛在社區感染的可能性 我們來預作演練跟預備 高雄從沒有本土感染時 就成為第一個一級開設的城市 但是誰能夠告訴我們 敦目艦隊居然會突然發生疫情的爆發 現在也不會有人能夠告訴我們 未來會不會有社區感染 守護住高雄防疫優先 這是市政府所有團隊 也是各位在座的議員女士先生 以及所有市民朋友共同期待的 另外對於各位議會 以及市民朋友最關心的疫情爆發之後 經濟的困頓 各行各業的紓困 以及附輸經濟的一些相關措施 市政府從1月份 肺炎的疫情爆發之後 我們就密切關注疫情發展 對高雄市產業以及市民的影響 我們在2月6號 對受影響的產業以及高雄市民朋友 我們就提出了四大紓困 我們的目標鎖住了農漁業 經濟弱勢族群 觀光產業以及中小企業等領域 而且我們呼籲中央趕快制定紓困條例 而且要明定優惠對象以及補貼的原則 我們在2月25日就提出市府各機關之紓困方案 以及聯絡的資訊 推出防疫紓困的大補貼 方便產業及民眾 迅速查出各項適用的補助 期待能夠協助產業以及民眾 順利度過疫情的影響 高雄市政府各機關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我們從各個面向再次的檢討 提出了九大面向的紓困方案 以及提供了聯絡窗口 隨著疫情在全世界的迅速蔓延 產業跟民眾受到的衝擊 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 現在我們統計高雄市 針對疫情受影響的行業別 在這裡做一個嚴肅的報告 我們有旅館 旅行社 導遊 遊覽車業 遊樂園區 風景區 公車 計程車 捷運 市場 夜市攤販 商圈 原住民的市集 郵輪 遊艇 會長 藝文活動 花匯交易 還有非常多的勞工朋友 這個影響範圍實在是非常巨大 目前市政府為了因應疫情的影響 配合中央的補助 投入紓困的經費項目 既有關懷弱勢 加發生活補助 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的補償 安心以及即時的上工的計畫 勞工120暖心的計畫 企業貸款以及利息的補貼 客運業者營運的補貼 營養午餐 盡量鼓勵用我們高雄所產的鳳梨 火荷花 把辣提出外銷獎勵 農產品的銷售運費的補貼 觀光旅宿業者的優惠補助 清善旅館的住宿補助 以及受疫情影響之急難救助等 中央紓困經濟有四大原則 雨露均沾 立竿見雨 固本強生 以及加速攻劍 市政府的紓困則分成 補足中央的不足 市府可以動得裁員 辯民迅速以及分階段實施 這個四大原則 針對農業 製造業 以及商業的服務業等不同的產業別 市政府提供適當的產業紓困方案 普遍涵蓋到的包括有 協助企業低利融資 提供營運週轉金 在室有的公共場域 像是公有市場 室有的產業園區 新創的空間 室有的會產產地等空間 我們給予優惠的租金 環繳等協助 另外我們提供了 線上申辦業務單一窗口 與便民服務 市政府透過自有的電商平台 協助農漁產品以及零售商品等 宣傳銷售 我們更鼓勵中小企業 微型企業可以在這一段防疫期間 從事新產品的研發 或是趁機會做商店環境的改善 思考創新提升服務品質 也都可以向市政府申請相關研發的補助 在產業的防疫 我們分成四個部分 來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 首先在防疫的物質方面 我們協助市場及商圈 向中央提出口罩的需求 另外我們媒合了酒廠代工 酒精原料抗疫 同時也協調工廠提供漂白水 第二依據中央流行議局指揮中心下令 從4月9號開始 酒店、舞廳以及男女陪室的店家都要停業 並且在4月24號公告了 舞廳、酒家等行業列入實名制的範圍 截至5月1日為止 我們針對特定的行業 已經查查504次 我們查的重點是否有陪室的服務 以及有落實實名制 違者由衛生局採訪 第三我們在夜市市場、商圈、大賣場及百貨公司 實施了人流管制 並且分別在五廟市場、吉林夜市 以及新絕江商圈 我們進行示範 在產業紓困方面 市政府提出了四大面向的方案 包括第一公有市場租金減半 二至四月份 四十一個公有市場使用費用減半徵收 可以減輕4274名攤商朋友的負擔 另外市府委託經營已經簽約的OT、ROT等案 我們市個案延長營運期、佐減租金、延長繳納的權利金 第一體感科技應用場域最高補助200萬元 SBIR研發補助每家最高100萬元 為鼓勵廠商在109年1月25日 我們市政府開設一級開設之後 對高雄市有信心加碼投資者 我們特別開設了杜曉月加碼投資專案 加大補助金額 融資4億利息補助最高600萬元 可申請的補助項目包括 融資利息一年150萬 房地租金40萬 房屋稅40萬 以及新進員工的薪資等等 我們這專案在109年4月30日以前 截止的收件 我們總共受理的10件申請案 廠商申請的補助金額 初步估計約1億282萬元 最近市政府在發起暖心相守 即未來的運動 用我們的行動來支持店家 目前已經有425家電家加入了 這個暖心相守 此運動 我本人三位副市長 各局處長 我們用接棒的方式來響應 也同時預購產品 來感謝基層防疫人員的辛勞 雖然目前已經連續多日臨本土感染 但是本市本土確診 雖然維持臨案 我們不敢掉以輕心 日前在敦目艦隊爆發疫情後 急請業者配合停業 進行消毒 再經過衛生局確定沒有問題 我們都盡快通知業者副業 同時我個人也到了這些場域 關心業者副業的情況 疫情尚未舒緩的時間 是不適合辦活動的 因此這段時間 我們以提振消費者信心為主 平日我們進行場域的消毒 截至4月30日 針對公有市場部分 我們已經進行了277場的消毒 另外也希望透過體感科技 結合電商平台 提供新型的AR消費經驗 讓大家在家中可以安心的消費 在家中可以放心的購物 同時我們目前也要規劃 等到疫情舒緩 以及防疫指揮中心解除的時候 也是我們要開啟商業活動的時候 我們預計要推出傳統的嘉年華 購物狂歡嘉年華 高雄好物促銷 以及COSMOS促銷優惠活動 消費券 以及振興消費券額滿等活動 振興我們的經濟 減輕稅付以及紓困貸款 主動調降娛樂稅30% 今年2至3月已經主動調降了70家 調降的稅額約61萬 預計109年4至6月稅損會高達1000萬 受疫情影響的 遊覽車及小客車業者的 牌照稅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補貼減半 總共有9408輛車輛 金額9萬 另外對停死的3802輛 也主動退稅及停增金額達3368萬 還有飯店業 因為停業或歇業 暫停的部分一些場域 也主動輔導較低稅率的課增 降稅金額達697萬元 同時為了避免民眾在疫情期間 到因為洽工遭受到感染的風險 我們在稅捐處的網站提供線上申請 延分期的功能 確診或受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的直接的民眾 如果沒有辦法如期繳納直接的利息 或者取疏的時候 提供直接的利息減收50% 這是短期紓困方案 我們共再給予4個月的延長繳納利息 減收期間 從109年4月1號到6月30號 凡是涉及在我們高雄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微型企業 含新住民 農漁企業 可在高雄銀行100萬元額度內 以1.33低利率獲得紓困貸款 我們借款期限最長5年 累計109年4月28日為止 我們核准的建數達到236件 金額1億9千3百萬元 另外對於涉及在高雄市 符合特定條件的市民 我們提供最長40年 陳述8成的安居高雄優惠防貸方案 這是全國最長的一個 提供長達40年 利潤最低可達1.1 截至4月底 我們共同核貸的98件 總核貸的金額6億2千萬 另外一點 很容易被疏忽 很多人都不會注意到的就是藝文產業 這方面我們市政府這邊 也有一系列的作為 我們市府所轄的各演藝場館 演出的取消者免收違約金 而且全額退費 市府演藝場館售票演出延期者 疫情趨緩後 於原場館首場演出場地費減半 限高雄市立案演藝團體 或涉及高雄市之個人 藝文補助方面 我們將提早撥款或調整撥付的比例 令進駐文化局場域 營運的商家或者團體 其固定及變動的租金 減收最高50% 而且4個案 我們將會延緩繳納 在推廣農產品方面 市府對秘藻提出收購金額20% 以及農民團體行政勞務費用 每公斤2元的外銷獎勵 鳳梨部分 我們推動每一個學校 只要購買1萬元的鳳梨 用營養午餐食用鳳梨 我們就予以獎勵金的補貼 農會以及合作社直銷 我們鳳梨每箱10公斤 我們就50塊錢的運費補貼 另外火荷花 我們每一支2塊錢的外銷獎勵 芭樂 番石流 每公斤 每公斤有一塊錢的外銷器座獎勵計畫 以直播方式 在我們高雄首選電商平台促銷當季 我們高雄土產的蔬果 另外我們也聯絡了在全聯合作上架的香蕉 番茄在全家便利店推出了高雄土產的木瓜 鳳梨截切水果 以及配合玉盒包 農劑 產季即將推出的食用水果 推廣水產品方面 我們規劃在地的水產品促銷活動 配合漁業署 擴大內需內銷方案申請補助經費 3月13號 我本人網路直播推銷高雄石斑魚 訂單2000多筆 金額300餘萬元 到今天為止回頭客依然不斷 4月中央各級長官也在電視購物台 推銷高雄的石斑魚造成轟動 顯示我們高雄市的養殖業的實力 只要能夠協助高雄的漁民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感謝 另外我們也建設了高雄海味 優質水產品的專區平台 以利民眾訂購 另外我們輔導業者 以及漁會開發小包裝的水產加工品 便利家庭主婦以及民眾烹調使用 發展水產品以及品質經濟 積極輔導本市的水產業者 申請清真認證 以方便拓展東協 以及東南亞穆斯林市場 在協助勞工方面 輔導勞資爭取勞動部充電再出發的訓練計劃外 我們本市六個就業服務站 也配合代收勞動部安心就業計劃申請案 另外積極輔助勞動部安心及時上工計劃 由市政府提供1,496個防疫職缺 4月13號起 本市各就業服務站以及就業服務台受理報名 另外中央部會派駐地方單位 合計有79個防疫職缺 針對無法適用勞動部安心及時上工計劃的勞工 我們市政府推出暖心計劃 於4月30號開始受理報名 在交通小確信方面 我們高雄市政府路邊停車 從109年3月1日開始事辦6個月 收費的時間由8點到10點 晚上10點 縮短為早上8點到晚上8點 估計每一個月提供的停車優惠約737萬 計程車含小黃12至14時 停放在高雄市路邊的停車格 不開停車單 自109年2月1日開始事辦3個月 並且於109年5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 對高雄市受疫情影響市民實施生活補助 與其津貼等相關的辦法 急難救助與災害救助方面 針對負責家庭主要的生產工作者 因為居家隔離或者居家檢疫 沒有辦法上班 沒有辦法工作 我們提供每一個人 2000元到4000元的急難救助 因為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而致死亡者 我們提供每一個人20萬元的災害救助 因應疫情 市府市會局配合衛生福利部 對市民各項生活予以補助以及紓困 針對接受隔離者 檢疫者以及照顧者 因受隔離或檢疫期間無法工作 沒有領薪水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天提供1000元 做防疫的補償費用 最高14000元 截至109年4月30日為止 高雄市總共有6316人申請 配合衛生福利部的資料 我們分批核定 目前已經核定了1735案 核發2080萬9000元 針對我們的弱勢身心障礙者 老人以及兒童等8項零有補助者 每一個人每一個月加發1500元生活補助 最高4500元 截至109年4月30日 本市共115627人受賄 核發了金額1億7344萬元 針對疫情接受隔離治療 不幸死亡而無力戀戰者 請假或者無法從事工作 使得家庭的生活受到困難者 我們審核的標準 收入以及動廠平均 未達者每月19649元 核發急難疏困金 截至109年4月30日為止 本市總共核發了50案 即補助了92萬元 減班休息是指事業單位 受景氣因素影響至停工或減產 為避免資遣勞工 為避免資遣勞工 再出發訓練計劃的補助 另外高雄市六個就業服務站 也配合代收勞動部的安心就業計劃 補助申請 以協助勞資雙方共渡疫情的困難 為了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勞工 市府勞工局配合勞動部 同時辦理安心即時上班計劃 從4月13日開始 與本市32個就業服務站受理申請 到5月1日為止已經有1802人登記 另外針對無法適用勞動部 安心即時上工計劃的勞工 市政府自行推出的暖心計劃 自4月30日開始受理 5月1日已經受理了189人登記 還要同時幫助協助勞工 向勞動部申請各項補助 例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的補助 申請資格109年1月8日到5月31日 非自願離職的失業勞工 並且符合規定者 其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補助4000元 高職6000元 公私立大專院校13600元 私立的大專院校24000元 若申請勞工為獨立負擔家計 或子女2人以上就讀大專院校 我們加補助20% 自營作業者的紓困計劃 針對自營作業者以及無一定雇主之勞工 從109年3月31日前已經在職業工會參加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在24000元以下 且107年個人綜合所未達課稅標準者 可向投保的職業工會送件申請 審核通過我們就補助3萬元 勞工紓困的貸款以及利息的補貼 貸款額度最高10萬元 貸款期限3年 由信保基金提供10成的信用保證 貸款利率1.8% 勞動部補貼第一年的貸款利息 還有一個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我們高雄市提升觀光產業的相關政策措施 市政府為了提高觀光產業相關政策 推動國民旅遊方案 我們推出3月份的愛情月 有56家旅宿業者搭配愛情專案 推出了住宿的優惠 特別推薦三蒙海市兩條情人的旅遊 其中三蒙縣包括了岡山之眼 一線天田寮的樂世界 瘦山的情人觀景台動物園等 海市則是包括了愛河的愛之金 白色的戀人貨櫃屋 愛河的水武 4月份的軍事觀光 有50家旅館搭配軍事旅遊地圖 享受住宿的優惠 一序推出了鳳山 左營 岡山 古山 專屬軍事走毒的一個旅遊城 搭配軍事觀光地圖 以及高雄眷村的美食菜等等 另外 觀光旅館聯合發行商品券 買8000元送800元 同時規劃旅館公會 發行聯合商品券 買8000元送六個晚上 市府觀光局規劃加碼 再送一般旅館一個晚上 觀光旅館則同時贈送早餐券 在防疫旅館方面 我們向交通部觀光局 申請了300萬元 防疫旅費的補助 補助費用包括防疫物資的費用 清潔費用 以及申請1650萬元 作為防疫旅館每日1000元的住宿補助 在清潔旅館方面 協助旅宿公協會建置清潔旅館 作為居家檢疫者之家屬佔居所 讓返台的國人在家放心的隔離 家人可以安心的入住旅館 以一戶一天補助500元 住宿14天 每一戶上限7000元新台幣 在紓困的輔導方面 我們高雄銀行推出了 齊心防疫高雄最相挺的方案 針對高雄受疫情影響的企業 包括觀光產業 我們融資貸款 市府針對高雄市的觀光產業 舉辦的新冠肺炎觀光產業紓困振興方案 說明會 我們幫助旅宿業者度過 這樣一個困難的時間 協調了14家旅館 推出了100塊錢的便當 以及鼓勵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員工 來訂購這些百元的便當 安心旅遊方面 我們提供的防疫物資 包括醫療口罩 10萬6千片 酒精240瓶 漂白水19公噸 各風景區實施人流管制 並且提高環境衛生以及消毒的措施 高雄市政府團隊正積極配合中央各項防疫措施 並且督促相關局處以及所有醫護人員嚴正以待 做好防疫工作 避免出現防疫的破口 目前本市本土確診病例仍然維持零 我們也將全力爭取中央龐大的紓困經費 減少企業因為疫情所導致的復工不順 缺工備料不足 貸款提高以及還款展延等問題 但是由於市政府的資源有限 顯然更多的紓困 我們還是必須要仰賴中央的協助 今年3月份開始 中央政府已經提出部分的紓困措施 有需要高公市政府來協助辦理的地方 市政府會全力配合辦理 因此於3月27號 我們也成立了各機關單一窗口 來協助產業跟民眾 我想面對新冠肺炎的疫情 在不可撤之看不到盡頭的時刻 要市府跟議會讓我們一起來團結在一起 以及所有醫護人員市府同仁的投入 高雄市民朋友 我們大家一起團結 我感慨能夠維持本土確診零案 的確得來不易 一定要謹慎借據 未來我們絕對不敢掉以輕心 再次感謝市議會所有議員女士先生 給市政府這樣的一個機會 跟時間向大家報告 讓我們一起來擊敗疫情 迎接更美好的高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的報告 那本期宣布休息10分鐘 並請民進黨團做準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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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